不好意思,我剛才在小窗 那個大家好,我叫做理想 然後就是我自己現在是,像我剛剛稍微介紹 那我自己現在可是還是大學生 他就是一些小朋友現在一直在做什麼工作 而且也有過一些創業的經驗 那我現在跟各位談的是一個就是說 因為拿到理想的熱心就是拿起你的反話 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之前過的一些情緒 那這部分的話或許在青年 是就是說,或許會跟各位學生 一往接觸過的會不會太一樣 而且想像我說在大學的時候呢 就是大一大學的時候都比較比較緊張 然後到我大三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某種音源器會想 我還記得當上的,然後我們學校的學生會拿的遊戲 那在那個學生會,就學生會會長 那時候呢就是,突然間你從一個就是 本來就是每天問10個大學生 他就跟他講說,就有一個 就那個校長走到一天前 然後那個學務,那個學務處的組 那個他們就走到一天前 然後拍照片子說,學校的未來發財 中的大樂,不未來這一題就交給你 就說,靠,真的假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當時我想選的時候 那時候是講,當時想說 啊,可能都在嘴炮,說什麼自己 可能都做得很厲害,說很了解 我直接不然出來選 他說,我就選給你看嘛 而且,他真的上了 他總為這種的這個樣子 我覺得說,我是如此的平常,如此的意料 居然真的跟我想上 那在幫人家的收視,覺得說 啊,今天早上很重的 大家的意識拿著 他就結下去嘛 就是開始做 那,這段期間的話,就發現說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因為你實際參與 呃,學校是一個很大的試驗題 那我們實際參與之後 發現他們每年放的金額 每年他包括影片的金額 少只有萬億兩億 多的話,十幾、二十億都有 那後來你等會去參加他們各種會議 包括去審查他們財務化 之類的 那後來你實際參與到 一個學校的整個運作中 會發現說,欸 那時候因為我自己不是唸戲管 那時候我回過後來行事 說,奇怪怎麼很多東西 跟我自己以往所學到的東西不一樣 那這中間發生了十五次行 然後那之後呢,後來呢 就是在做這一個學生的 這一個資質組織相關的活動的時候 做的做準 然後後來就是做一些活動 再試一些活動 那時候我們談到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很有學意 叫做他們青年的公共參與 那他們公共參與的時候呢 他們說 那時候我們想他們 跟台北部一些學校的學生 他們談到這些部分的時候 他們談到說 他們談到很大一部外 叫做教育的部分 那他們講到教育的部分 包括他們的習慣所謂 算了一個台灣的學校 因此呢,我們在 去年初的時候呢 我們也 目前現在自己已經有加入二十八個學校 成立一個北部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委員會 大家會懷疑一下 會有一個疑問說 自己在高雄為什麼交放回去 這個問題我可不記得 因為有很多北部學生 他就是比較成騎 然後這部分是真的 就是我跑過學校的時候 發現了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南部的學校 南部的學生想要 Offense horsepower 公司代價值的思想跟中北部比起來相較之下會比較重低 就是一個大家很難想像的事情 就是一個學校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微小的範圍內 你可能只隔幾百公尺只有另外一間學校 但是裡面學生的思維邏輯 他們的想法會完全是天然之別 那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那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是開始去做了一個學校之間的串點 然後開始做了一些東東參與的一些活動 那在中間的時候發現說 就是大多數的學生就是他們 雖然說他們唸到學歷很高 就是大家不便至少搭學或是做職業 但是他們幾乎都沒有想過說 自己到底為了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他對於自己身邊周遭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些社會上面發生的事情 是在數量的議題 什麼這樣事情是跟現實的相關 他們不曾去划過一些心思 跟心理去瞭解這些事情 那那時候後來呢 剛好遇到的一個就是2012年的一個總統大學 那時候就是有一些伙伴 當時就是我們成立了想說 要喚醒七年人對這些 就是對社公共意識的一個了解 因此呢我們成立一個就是 一個首都左右國政觀察 然後召派了許多市的記者會 然後已經邀請總統大學的畢論 那這中間的話 我們後來確實達成一些效果 那我們出去 就是讓我們 就是我們有開放一些平台 然後透過媒體 透過記者會 然後發現有更多更多學生 更多在不知道在PTE上面 有更多學生 更多大學生 他們開始就會站出來說 討論說 為什麼這樣的政策 現在政治這些東西 他們的發展會這樣 但是他們會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會同時推向很多人在打牆 跟他們講說 你們只是學生 國家發展 這些社會上發展的事情 根本沒關係 他有多說就好 那這樣的情況下 這樣的生意不相爭吵的情況下 我是覺得其實很沒趣 對 就是你看他們這樣爭吵的話 就發展有沒有趣 當然我們就是希望說 能夠推動更多的學生去創業 那接下來講到一個就是 創業的一塊 創業一塊是那個 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機會 就是加入一個就是他們在獲得了一個 那個創業競賽的一個獎金的一個團隊 那他們一起做 在高雄這地方就是做一個室內設計的部分 那就協助他們做室內設計的部分 那在這段期間的時候呢 我們是接觸到一些 就是因為我之前以往 資源的一些 認識的一些婚姻學長的興趣 接觸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深聊說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 今天很多人很多人在談成功 包括很多書籍跟我們大家講過成功 然後他們裡面網網都寫說 你也說你要很有熱情 要有你的目標 然後接下來你要會創新 那這不是廢話嗎 要是說你這樣想出來說 哇那大家就能做到 哇那會是社會之中那麼簡單 那我那時候有認識一個朋友 他今年他現在就23歲 在台中大年多數 那我跟他談了過很多 我發現說 這個人的能力非常強 他在今年23歲的時候 他在台中七一起就是一個 精華地管的地方 他自己名下有三間房子 而他自己開的是一台153K設施 然後他手邊的資金有將近一千萬 而最近要開一間新的華木科技公司 他問他說 你怎麼做到 他說 然後我去問他的時候 發現說他最重要的東西 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他透過關鍵的資訊 一個就是勇氣 他透過一些房子去走一道 關鍵資訊 去邀請到台中這個區域的房地產的價值之後 他們邀請這些地產上他們的底價之後 然後去收集到相關法規界的東西 他邀請到這個東西之後 他知道他以什麼樣的價格 我去談到最好 他以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談到最好的價格 我在2008年金東海孝當的時候 那時候銀行放送銀行 讓更多人都進行總貸款 他那時候把自己存下來十五萬元 十五萬元 然後又是付預支費 付七月費那些 付以付通的去債款第一筆錢 然後又買一棟房子 然後再去買銷 然後在第二年的時間 他賣掉那棟房子 當年就金賺三萬元 他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發現說 其實很多的成功 並不是讓大家想像說 好需要說什麼要創新 要什麼 一定很多什麼 並不一定要需要做那麼多的東西 然後那些東西 到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只是那些 所謂的一些成功學大師 他們覺得說他們今天 一定要有講這些東西 不然財商沒辦法想像 講那兩個小時 沒辦法去騙一下觀眾的錢 然後這種情況下 他們也 那這 在我們換個角度講 這也是一個新的產業 我們重點是要表達說 其實說 很多產業說 我們要談到產工時 我們其實 重點只是差那一點點重要的 關鍵的指示 他怎麼樣去找到那樣關鍵的指示 我告訴你很重要的事實 就是要找到對的人 就是你當他們找到對的人的時候 他們有 同時要想到的 讓他們去告訴你這些東西 你就會發現說 那些事情 你會處置是非常實力的 然後 我現在 後來呢 也認識一個學長 他本身是在 比如說 網路行銷 就是要FB的部分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我們 他的主要的一些 他主要 比如說 大廠商 包括保銷 或是那個 保銷 真觀光之類的 就是大家講得出來的 那些國際大廠 他是說 他們接三年 他們不接 一年給他們的 資金 新交費用第一批錢完了 那他今年也直到三十歲 那他們說 這東西那其實 他是因為他抓走的一個時間 他只是有勇氣在FB 剛進來看他玩的時候 他是一個 踏出的題目 然後接下來呢 他 抓過的方式去了解說 他們背後的一些書籍 的題目的影響 他是說 這中間你需要的一些 最需要 最關鍵的 就是勇氣 再就是說 你怎麼去搜一些 到正確的資訊 就是這樣子 他們今天就有辦法去做到這樣子 那 這就是 各位都會想說 其實成功沒有碰碰 重點是說 沒有碰碰 就找到一個關鍵的 重要資訊 謝謝大家 你在這裡 為甚麼 你自己在做的 都會想說 我們可以吃到 一個關鍵的 你吃到 你吃到